蘆蘿斯在竹子上一邊和小朋友講解 沒想到親手做的小木屋 竟然成了命案現場 不久前還出現在新聞上 親切模樣令人無法置信 他就是駭人分屍案兇手陳伯謙 臉書上化名草山岩 甚至發起蓋小木屋活動 分屍案兇手陳伯謙 17歲 自稱藝術工作家是原住民賽的客族 平時都在華山教導傳統的記憶文化和射箭 三不五時都會在臉書上推廣原住民文化 熱愛與大自然互動 現在成為殺人兇手 讓認識他的人都嚇了一跳 根據了解 陳信兇嫌私生活相當混亂 已經有家庭和小孩的他 遭到高雄一名女網友 在網路上指控標出他的臉書名字 說他對親身骨肉不聞不問 甚至謊話連篇 每一句都是謊言 疑似讓人懷孕之後 避不見面又屎亂中氣 還讓女網友為他產下一子 而陳信兇嫌明明就已經結婚了 卻仍舊年花熱草 更誇張的是他殺人之後 還若無其事地繼續教學 還招攬學員甚至分享出 許多辦活動的照片 完全看不出任何異狀 手段如此殘忍卻又異常冷靜 實在令人不寒而栗 接下來歡迎去台北中文報導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